房本准备好了没 我带我弟和他的女朋友过来了 咱们一起去过个户 过户 过什么户 我怎么听不懂呢 我弟弟结婚需要房子 你不是有一套闲置的房子吗 拿来给我弟结婚 这样他就不用去贷款买房了 就没有压力了 合着你就带着我一个人耗羊毛吧 你要搞清楚 咱们离婚半年了 财产已做过公正了 现在的房子是我婚离婚后买的 是我自己打拼出来的 凭什么转给你弟弟 当初你既然选择我了 就得接受我弟 再说了你家那么多房子 空着也是空着 还不如送给我弟弟 让他来结婚用呢 你可真搞笑 送给你弟弟结婚用 要不要我帮他生个孩子 我的房子 我为什么不留给我自己结婚用呢 而且咱们离婚了 我总不能自己过一辈子吧 这年头找对象 没有房子怎么能行 你也知道找对象要买房子啊 之前让你给我弟弟买套婚房 你都不买 现在竟然给未来的对象买房子 还说什么个人财产 今天你这房子必须给我弟弟 不给房子也行 给我拿30万 我弟弟要结婚了 小美家要求是有车有房 还要30万彩礼 不送房这钱你就给拿了吧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 都离婚了这么久了 我有什么义务要给你弟弟拿钱 他也不是我儿子 当初可是你说的 要照顾好我们这一家的 怎么现在就不算数了吗 还有我问你 咱们离婚一个月 你哪来这么多钱 肯定是离婚的时候 你肯定少分我钱了 今天你要么给我弟弟一套房 要么就给30彩礼钱 那是结婚前 现在咱们已经离婚了 财产也分完了 就没有这个义务了 你是不知道自从离开你之后 我的生意平不清云 买一套房子是很简单的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 你也不要在这 里无理取闹了 我再不会给你 给你们家一分钱的 那不行 不给钱的话 那你就把房子给我 这样我弟弟就有婚房结婚了 做梦门都没有 离开你以后 我辛苦这么久 才有了这点家业 你张口就来要 你当我是你的提款机呢 本来呢 上次你的道歉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还准备给你个机会呢 可你不争气啊 居然还带着你弟弟到我这来逼宫 怎么就是逼宫了 这都是我应得的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给你生二育女 洗衣服做饭 离婚了你就分我那么点钱 之前咱们住的那个小房子 我早就说让你换 你也不换 现在转头就全款买大房子 还是给未来对象的 我心里不平衡 咱们都离婚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要脸 你看这样吧 要不在咱们复婚吧 然后你再把房子写完名下 我来保管 你看行不行 复婚 再把房子学你名下 我脑袋没被捋提呢 你看咱们孩子都那么大了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之前我也诚心的和你道过歉了 咱们就复婚吧 等一下 你让我捋捋 你弟弟结婚 他女朋友 要一套房 还有三十万彩礼 然后你找我复婚 条件是房子 学你名下 这哪里是结婚 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呢 这都什么时代了 谁家结婚不给彩礼的 我同乡按婚带个孩子 还要了二十万彩礼呢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不也是给了这么多钱吗 真不愧不是 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按照你的意思 拿不出三十万 你就不嫁了吗 是的 你结婚也要三十万 是吗 是的 我妈说了没有三十万 不让我结婚的 说这是我们爱情的保障 你看这样吧 你跟我结婚 彩礼三十万我出了 房子车子我都有 你看怎么样 你是认真的吗 确定会给我三十万的彩礼钱 还有房子会写的名字吗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要是同意 咱们现在就领结婚证过户房子 房子是赠予 我签承诺书 那走吧 多曹 你什么意思 我还要问你什么意思呢 这都多久了 房子和彩礼一样也拿不出 天天和我画大饼 你要知道没有物质的恋爱 都是假的 你是个好人 可惜我们不合适 咱们不结婚了吗 没钱还想娶媳妇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赖蛤蛤想吃天鹅肉 我刚刚已经说了 能拿得出三十万的人 有的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连小舅子媳妇都抢 你还是人吗 抢 谁叫你们出不起彩礼 钱了 亲爱的走吧 对了过几天 来和我们洗酒 不要忘了带分子钱 哈哈 老公 我走了 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不后悔嫁给你 但是后悔嫁到你这样的家庭 真的太让人寒心了 老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怎么怪怪的 好断断的 你怎么说这种话 难怪今天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都没有接 发了好多消息 你也没有回我 家里是出了什么事吗 到底因为什么 你还是打电话问问你故母吧 现在我已经坐上回娘家的火车了 老公 实在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相依到老 离婚协议书在我们的床头会下面 孩子也被我打掉了 你的那个家 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你说什么 孩子都已经三个多月了 你为什么要打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你以为我舍了吗 那也是我的亲骨肉啊 自从你去外地出差 你父母就对我百般刁难 我实在受够了 这一切都是被你父母逼的 我恨死他们了 我爸妈到底怎么了 你们不是一直相处得很好吗 他们怎么可能会逼你去打掉孩子呢 这绝对不可能啊 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 我在你家受的欺辱 你永远也想象不到 我活得太憋屈了 怎么会这样 平时我在家的时候 他们对你都挺好的啊 你在的时候 他们假装对我好 等你一离开去了外地 他们就立马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让我洗衣做饭做家务 我现在怀着孕 他们还让我跪在地上擦病 稍有不如意就会骂我 今天我在厨房洗碗 不小心把一个碗弄掉地上摔坏了 他们看见了 过来就指着鼻子对我一顿骂 还说打碎碗不吉利 随手就打了我几巴掌 你说有他们这么对待 还在怀孕的儿媳妇的吗 不可能啊 他们是我的父母 也是你公婆 就算他们脾气再不好 也不可能会去打你骂你啊 他们是你父母 我说的话 你可能不会信 不过我这里有他们打我的视频 一会儿我就把视频发给你 让你好好看清你父母的真面目 行了 我现在要回到我爸妈身边了 你以后照顾好自己 咱们永远也不要再见面了 说完 小曼就挂了电话 老公看完整个视频后 被起的火猫三丈 不敢相信 父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婆 于是立即开车回到家里 找父母对阵 爸妈 你们两个的心怎么这么很多啊 小曼还怀着孕 你们怎么会这么对她啊 现在她被你们赶回了娘家 这下你们满意了是吗 儿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要走就走呗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又什么都没做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我老婆回家 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你们打我老婆的视频我都看了 你们可真够狠心的 她可是你们的儿媳妇 你们是怎么下的去手的 你们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儿子 你知道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吗 你不问青红皂白 就听你媳妇的一面之词 回来就质问你的父母 你这就是大逆不到你知道吗 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们两个做了亏心事 还敢这么理直气壮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儿子 我们是你的亲爹亲吗 一切都是你老婆做的不对 我们打他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来数落我们 实在让我太寒心了 你就不要恶人先告状了 你们打他骂他 这也都是为了我好吗 他已经嫁给了我 也就是我们老王家的人 你们怎么能说他是外人呢 行了 我现在也不想听你们废话 既然你把我媳妇赶走了 那从今天开始我也走 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吧 你个狼行狗废的东西 你是怎么说话的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 你就忍心抛下我们吗 难道在你心里 我们还没有你老婆重要吗 你们是我的父母固然重要 但我老婆为我生儿育女 他同样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他是血我呵护一辈子的人 你们狠心把他打回娘家 到现在还振振有词 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亏疚之心吗 儿子 你别听那个女人瞎说 如果他乖乖听话 我们怎么会去为难他呢 你常年不在家 可能都不知道 自从他怀了孕 他就整天没事躺在床上看手机 啥也不干 我们家可不养闲人 他都怀孕了 你们还想让他干什么呀 再说了 他看手机是因为工作赚钱 他再用手机在网络上卖东西 你们不懂就别乱说了行吗 那我不管 那天我只是说了他几句 他居然还敢跟我顶嘴 当时就给我气得不行 今天我就让他收拾一下厨房洗个碗 他还故意把碗扔到地上摔碎了 他们是在跟我示威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还怪我和你爸动手打他吗 儿子 你妈说的没错 他都不知道尊敬我们 打他几下也只是教他做人 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 什么是尊老爱幼 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们打了人还会说出这种话 你们不就是看他远嫁过来 在家没人给他撑腰 才敢这样欺负他吗 也都怪我太糊涂 让他在这个家受尽了委屈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们根本就不是在欺负他 而是在帮你管教他 你都不知道 家里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快递 他只知道乱花钱 照他这么花法 这个家早晚都要被他败坏光了 像他这种媳妇 必须要严加管教 以后他才能听你的话 你是我们的亲儿子 我们怎么可能会去害你啊 他买的那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他需要的样品 或者需要退换货的商品 你们就不要诬陷人家了好吗 还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你们欺负人打人 被你们说的也太冠冕堂皇了吧 行了 我不想听你们在这里编排他了 我现在要去找他 你们自己多保重吧 你给我站住 儿子 你怎么那么傻呀 那个女人狠心抛下你 把孩子都打掉了 而且连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你还去找他做什么 他为什么要打掉孩子 为什么要离开 还不是你们干出来的好事吗 我知道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但是我想好了 这辈子他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我不会和他分开的 你这是要气死我们吗 你为了这么一个狠心的女人 真的要抛弃养你二十多年的父母吗 她是我深爱的女人 当初她选择嫁给了我 我就要为她负责 早知道你们会这么对她 一开始我就不该让你们住在一起 这一切只能怪我 我以为你们能替我照顾好她 没想到是我害了她 记得我们刚结婚的那时候 你们怕她乱花钱 非要把我工资卡拿走 我不给 还是小曼 劝我把工资卡交给你保管 她那么善解人意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们还是容不下她呢 你们这样对她 还指望我以后会给你们养老吗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是我儿子 你给我们养老 难道不应该吗 其实我早就看出 你老婆就不是个安分的女人 早晚都要跑的 所以我提前 把你的工资卡握在手上 免得到时候 她把你挣的钱都卷跑了 落得个人财两空 不就完了吗 儿子 你都不知道 你常年在外地出差辛苦工作 她却整天就知道在家摆弄手机 也不去工作 给你分担一些压力 所以我一看见她就来气 你可别乱说了 她只是因为现在怀孕了 所以才没去上班 她要安心在家里养胎 难道这也有错吗 她怀个孕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年我怀你和你弟弟的时候 还不是都照样要下地干活 她怎么就那么金贵了 怀了孕就赖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她赖在家里也是在赚钱啊 再说了 她是我老婆 我愿意养给她 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与你无关 况且 你把我的工资卡都拿走了 平时家里的房贷 车贷 这些都是我老婆出的钱 难道你不知道吗 那又怎么样 她既然嫁给了你 就有责任承担这些 我估计她平时也没少拿钱补贴娘家了 她真是个吃力扒外的女人 想起这些可能已经发生的事 我的心脏都要被气炸了 妈 你就少参与别人了好吗 她赚的那些钱还完车贷 房贷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她哪里还有钱补贴娘家 就算她真的拿钱补贴娘家 我也觉得没什么 毕竟她父母把她养正大 孝顺一下也是应该的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结婚后和你们住在一起 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儿子 你傻不傻呀 你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长得又高又帅又能挣钱 想要什么女人找不到 你老婆才一米六几的身高 长相也不是特别出众 你还非要找她做什么 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话 跟你陈阿姨的女儿结婚多好 人家现在可是公司的大老板 每次你陈姨见到我 都在我面前显摆 其实你们才是天生的一对啊 你闭嘴吧 她再好 跟我也没关系 我爱的人是小曼 这辈子我只爱她一个人 要不是你整天欺人太甚 我和她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们让我老婆受了多少委屈 遭了多少罪呀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为了工作整天忙碌 很少关心她的是 她在家受了这么多委屈 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好啊 这个坏女人 走了也不安分 还要把我们母子俩的关系 搞得这么僵 心眼真的太坏了 儿子 她走就走了得了 妈再给你找一个乖巧听话 温柔贤惠的媳妇难道不好吗 我看就你们这种德行 在温柔贤惠的女人 也都会被你们气走了 我这辈子 能拥有她这样的好女人 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爱她 她也是我的初恋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经过了多少悲欢离合 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 而你们却硬生生的 把我们给拆散了 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对我好吗 儿子 我们做的这一切 确实都是为了你啊 你怎么就不明白 我们的一片苦心呢 我们教育你老婆 也是为了让她乖乖听话 让你在这个家有地位 难道这也有错吗 这些不需要你来操心 如果她做错了 你们说她几句我没意见 但是她为这个家认劳认怨 我就不许你们欺负她 更何况她还怀着我的孩子 你们还那样欺负她 你们让我如何去面对她 一个家是需要共同经营的 要懂得彼此付出 才能幸福美满 小曼有她自己的想法 你们为什么非要逼着她 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呢 现在她走了 孩子也没了 以前是我太天真了 我以为以我的能力 能调节好你们的婆媳关系 看来是我错了 你们马横不讲理 做事独断专行 你们根本就不配为人父母 我也羞愧当你们的儿子 我现在就要去找我老婆 今天起 你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 你这个不孝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怎么忍心抛下我们呢 你走了以后 我跟你妈怎么办啊 万一哪天我们生个病 有个好歹该怎么办嘛 你们怎么可能生病呢 我看你们打我老婆的那股狠劲 再多活几十年都没有问题 再说了 你们不是还有我弟弟吗 以后就让他来照顾你们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不就是怕我走了以后 你们的生活没有了保障吗 我告诉你 以后我挣的钱 不会再给你们了 那可不行 其他的都好说 工资卡必须交给我 你弟现在还没媳妇呢 你要是把钱都拿走了 那他怎么办啊 他最近新出了一个女朋友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说不把你的工资给我们了 你小弟还用什么 和他女朋友相处啊 儿子 你别走好不好 你要是真的还想和他在一起 那你就把他带回来 我和你爸保证 不会再欺负他了还不行吗 你快收起你那虚伪的面容吧 你不就是怕我走了 没人给你钱了吗 你也真的是可悲啊 我弟弟那么大的人了 难道就不能去挣钱养活自己吗 还需要你们拿钱补贴他 去出女朋友吗 既然你那么偏心他 以后就靠他养老吧 还有 从明天开始 你们搬回老房子住吧 在那边安心养老 我是不会让你们 再掺和我们的生活了 以后咱们各个各的 我挣的钱 都会交给我老婆保管 每个月给你们必要的生活费 其他的你就别想了 最后 土豆不顾父母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 寻亲的路程 他暗暗发誓 绝对不会再让妻子 受半点委屈 打人了 打人了 邻居们 你们快来看看了 我的好儿媳妇 要动手打我这个老太婆 还要把我这个婆婆扫地出门 天下怎么会有 这么狠毒的儿媳妇啊 你就别在这里 恶人先告状了 你赶紧拿上 你的东西走人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小曼啊 你这么做可就不对了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的婆婆 你怎么能赶她走呢 大娘 你是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她要是不做过分的事 我做儿媳妇的 也不能赶她走啊 您就别掺和了 李小曼 你太蛮横无理了 我只是找你拿点钱 你就要赶我走 你也太恶毒了吧 我为什么要拿钱给你 你把钱全都给了你小儿子 现在没钱了 为什么不去找你小儿子要 我又不是你的摇钱树 你这个臭女人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今天要是敢不拿钱给我 我就让你好看 怎么 你不但骂我 还要打我不成 也以为你年纪大了 我就不敢还手 我不跟你动手 那是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 真要是打起来 你还真不是我对手 此时的婆婆被气得有闹三战 冲上去救醒 幸好被一旁的邻居拉了下来 大妹子 你还是赶紧叫你儿子回来吧 再这样下去 会闹出人命的呀 有什么事 就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吗 你个臭女人 今天算你运气好 不然我非把你打到满地找牙 还真以为我这个老太婆好欺负是吧 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让她回来 看我儿子怎么收拾你 说完 婆婆就立即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儿子 你快回来管管你的老婆吧 她今天疯了 都敢跟我动手了 还要把我这个老太婆给撵出去 你要是再不回来 老妈的这把老骨头可就要被她给拆了 什么 怎么回事啊 我早上走的时候你们两个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这会儿就打起来了 你快别问了 你在罗里巴缩 我老太婆的命可就要没了 好的 我马上就回去 土豆一点不敢耽搁 放弃手里的工作 立马就往家里 老婆 你和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还要动起手了呢 你看你把我妈给气的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长辈呀 现在闹得整栋楼都知道你们在吵架了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就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吗 你怎么不问了你妈 问问她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今天无论如何她都得给我走人 现在看见她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这个臭女人 你有什么资格竟然敢这样说自己的婆婆 还不让我在这里住 你以为你说话有用吗 这里是我儿子的家 你没资格赶我走 这里可是我的家 我怎么就没资格 就凭你做过的那些事 我的这个家也容不下你 我劝你还是乖乖走人 有些话等我说出来 你这张老脸可就要挂不住了 你可真是个不孝的儿媳妇啊 你这样对自己的婆婆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都一把老骨头了 你想让我去住大街吗 你爱去哪去呢 我也管不着 只要别在我家就行了 你都敢这样对我了 那我还跟你客气什么 我也不怕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我 公道自在人心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去伺候你了 你跟我也不再有任何关系 够了 你们都不要再吵了 这么多人看着你们也不嫌丢人 老婆 你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发这么大的火 不仅要跟我妈动手 还要赶那老人家走 到底因为什么 你还是让你母亲自己说吧 儿子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早上好生好气地找你老婆借十万块钱 可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她就开始骂我 还让我滚出去 不仅如此 还把我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你看这地上全是她扔的 儿子 你要替我做主出了这口恶气啊 老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她可是我妈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难怪她要跟你拼命 你这么做确实是太过分了 你这个老太婆 我想给你留几分面子 不想把事情囤破 你却要在这里诬陷我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了 老婆 我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倒是快说啊 我都快急死了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直接说了 你妈瞒着我们 把老家洞签的三百万拆迁款 全部都给了你弟弟 一分钱也没给我们留下 不仅如此 她今天又来找我借钱 我不借给她 她就骂我 甚至还想着要动手打我 我现在只是赶她走 没有报警抓她 就已经横给她面子了 妈 我老婆说的是真的吗 那三百万拆迁款 当初你说要放在你那里 留着你将来养老 可现在你怎么招呼都不打 就全给了弟弟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在我家住了十年 我们夫妻俩也尽心尽力 照顾了你十年 你平时就没少在我们这 拿钱补给弟弟 我们也没有说什么 可那可是三百万啊 你一分也没给我们留 既然你那么喜欢她 那以后你就让她照顾你吧 不要再想着 让我们照顾你了 老公 你别跟她废话了 让她赶紧搬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这些年 我们那么精心地伺候她 我每天换着花样 做她喜欢吃的饭菜 隔三差五 还带着她去买新衣服 每个月还给她不少的零花钱 可她却是无限地偏袒 她的小儿子 总是找各种理由 给她小儿子拿钱 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感受 世上哪有她这么当老人的 我的钱 我想给谁就给谁 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 说三道四 你是我的儿媳 就有义务赡养我 你想赶我走 我偏不走 你来打我呀 我告诉你 这些年你确实是 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对我非常的好 可是这些不都是 你应该做的吗 你有什么好炫耀的 还有 你每个月给我 几千块的生活费 我一分钱都没去花 我全部都给我小儿子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太婆 我看你就是个臭无赖 你把所有钱都给你小儿子 还想着让我给你养老 更让人气愤的是 你今天还过来要我借钱 真不知道你的脸皮 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我看要比长城的墙还厚 你赶紧给我卷铺盖走人 滚得越远越好 哎呀 还有这么跟自己婆婆说话的吗 儿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她几个耳光解解气 你看她说的什么话呀 自自中心啊 简直气死我了 妈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小妈会这么生气了 你不但把那三百万的拆迁款 全都给了你的小儿子 还把我们给你的生活费 也都给她了 想必今天 也是要给你小儿子借钱吧 你这样做真的太过分了 我哪里过分了 我是你母亲 我跟你们要钱花 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别听这个女人 在这里胡说八道 她这是在挑拨 我们一家人的关系 你可别上她的当 你就别搬弄是非了 小妈对你已经够好的了 就你这么做婆婆的 换做别人 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几年前 我老婆看你一个人 在老家孤苦无依 就把你接到我家里住 那时候她刚怀孕三个月 每天闻到油盐就吐得厉害 可你却在一旁坐着 宁愿看电视 也不去帮忙 反而还要让一个孕妇 每天伺候你 你说有你这么当婆婆的吗 你懂什么 我那时候不把她调教好 她这时候能这么听话吗 况且 我一个老太婆 你们好意思叫我干这干那的吗 所以说 在你看来 我这个当儿媳妇的 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事吗 记得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 需要人照顾 你倒好 不是出去玩 就是回到家看电视 反正什么都不干 而弟媳妇怀孕的时候 你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生怕哪里做得不到位 就会被弟媳妇骂一顿 同样都是你的儿媳妇 就不怕以后我们不管你了吗 你们照顾我是天经地义的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是偏向我小儿子怎么了 实话告诉你 就因为你们家生的是女孩 而我小儿子家生的是儿子 以后我们老王家 还要靠我的小孙子 延续香火呢 所以我当然要把所有的钱 留给我大孙子 我不仅把所有的钱 给我小儿子买了套大房子 现在他还要买车 还差十万块钱 这个钱必须由你来帮他出 你是他嫂子 长嫂如母 这个道理我相信你也是懂的 你还真是好意思说呀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我一分钱 也不会给你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走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了 儿子 你赶快收拾一下 这个目无尊长的疯女人 再不好好管管她 以后她就得上天了 行了 你闹够了没有 要不是看你是我妈 我都想挤把掌户你脸上了 你自己也不想想 这十年来 你小儿子管过你吗 去年 你动了个大手术 手术费就花了十几万 全部都是我们给你拿的 到现在 我还欠别人很多钱 可你呢 你不仅不把钱拿出来 替我们还债 反而把钱都给了弟弟 原来你是嫌弃我们家生的是女孩 既然你那么喜欢你小儿子家的大孙子 嫌弃你的孙女 那以后你就去她家住吧 我们家庙太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好你个不孝的儿子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看来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难道你真要把我赶出家门吗 你就不怕沦为邻里邻居 茶余饭后的笑饼 在背后戳你几两骨吗 儿子没有去搭理母亲 母亲见状就开始 一场嚎啕大姑 哎呀大伙都来包我平平礼啊 我的大儿子要把他的亲生母亲赶出家门了 还有没有天理了呀 大妹子 做父母的偏心也要有个度啊 哪有你这样的 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就是活该啊 况且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有这种重男轻女的老思想 没人会去同情你的 大伙都散了吧 不用去可怜的 说完 邻居们都一会儿散了 你们都别走啊 别走啊 你们连一点连你心都没有 都是一群什么人了 在走廊里骂了半天 也没人理会 老太婆只能灰溜溜地走去找小儿子 小儿媳知道老太婆没了钱以后 让老太婆拒至门外 从此 老太婆只能独自一人流浪街头 儿子 你老婆已经被我赶走了 她又给咱们家生了个赔钱货 还想让我伺候她 门都没有 妈 你怎么能这么做啊 这寒冬那月的你让她们母女上打呀 万一出来是怎么办 我管她那么多呢 我看着她在家我就来气 如果不把她们赶走 我都怕我会被气死 当初我就反对你和你老婆在一起 看她们身材就不是生儿子的料 果不其然 接连给给我生了两个孙女 你说我不把她赶走 我还要她有什么用啊 两年后 婆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想到去找儿子养老 便给儿媳打去了电话 儿媳妇过两天我去你那帮你照顾孩子 你可要给我准备一个大一点的房间 一定要朝南向阳的 不然我住不习惯 什么 你就不用过来了 我这里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你住 我的孩子也不需要你帮我照顾 你还是不要来我家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去我儿子家 你这是做儿媳应该有的态度吗 再说了 我听说你和我儿子后来买了一个四室的大房子 怎么能没有我住的房间啊 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 没错 我们现在确实是买了一套大房子 但是没有一间是给你的 你就不要想着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你的意思是不欢迎我去你家是吗 我可是你婆婆 你竟然敢不让我去住 我可是听说你父母经常住在你们家 凭什么他们可以住却不让我住 还有没有天理了 你也配合我说天理吗 那套房子是我父母帮我们凑钱买的 他们住也是彼所应当的 可你是怎么做的你自己不清楚吗 当初我刚生完二胎 你看到我又生了个女儿 当时你那恶狠狠的眼神 我至今想起来都毛骨悚了 我出院到家第二天 你就趁土豆不在家 把我和孩子赶出了门 当时可是寒冬腊月 我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 只给孩子裹了一条毛毯 就被你赶到大街上 好在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司机 帮我们送到了车站 土豆后来也赶了过来 我们才一起回了娘家 你这个当婆婆的居然能这么狠心 还怎么好意思跟我说天理的 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别以为你父母给你买了房子 你就不是我家的儿媳妇了 既然你嫁到了我们家 你就是我们家的人 你的房子也就是属于我们家的 如果你不让我住进去 那我就要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到时候你看我不把你爸妈的东西都扔出去的 还敢说没我的房间 我看哪个房间大 我就选哪个房间住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就等着吧 我不能拿你怎么样 毕竟我还没有像你一样丧失良心 做不出你所做的事 但不管怎么说 你就是别想进我的家 说完小曼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婆婆就来女心 但不管婆婆怎么敲门 小曼就是不肯开门 婆婆只好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儿子 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门口 你赶紧给我回来开门 你那个混蛋老婆要把我气死了 我坐了一整夜的火车 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但你老婆就是不给我开门 让我在门口站了半天 有她这么当儿媳的吗 妈 你来之前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给小曼打电话 让她给你开门 算你还有点良心 你抓点紧吧 葡萄赶紧拿出手机 摸透了小曼的表 老婆 我妈要到咱们家给咱们看孩子 你知道这个事吗 她现在就在咱家门口了 你怎么不给她开门啊 我妈都那么大年纪了 又坐了一夜的火车 都累坏了 你快让她进门休息吧 我当然知道 她在门外了 她已经敲了半天门了 门都要被她砸散架了 我都要报警了 你还想让我给她开门进来休息 那是不可能的 昨天你母亲给我打电话 说要过来 我当时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她 不让她来了 可她非要自己过来 吃了闭门羹 也不能怪我 老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她来她儿子家连门都不给开 到时候邻居们还不得笑话你啊 你就不怕被别人戳几两股吗 得了吧 我要是让她进门 才会被人笑话 邻居们都知道我的经历 如果我让她进来 他们可能会嘲笑 我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老婆 实话告诉你吧 我妈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 血压还高 时不时就会头晕 甚至摔倒 让她一个人在家里太危险了 所以想到我这里养老了 我妈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就只能过来找我了 你就不能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 都抛在一边 让她在我们家安享晚年吗 难道你忘记 当初你母亲怎么对我的吗 我当时刚生完孩子 身体虚弱的 也是随时都可能晕倒 可她是怎么做的 她在寒冬那月的天 把我赶出了家门 她关心过我的死活吗 她不管我的死活也就算了 可我们的女儿才出院两天啊 她在外面冻了这么久 回到我妈家 孩子就得了肺炎住院 好在治疗及时保住了性命 现在想起来 我还心疼的想流泪 从那天起 我就下定决心 要和她断绝关系 就她这样对我们 你还要我去孝敬她 还想让我给她养老吗 要养老你自己去养 我不会阻止 你去孝顺你的母亲 你可以在你单位附近 租个房子给她 这样你也可以方便照顾她 我当儿子的自己有家 还给母亲在外面租房子 就坏人怎么说我 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她住在家里 你就别再执着于 过去的那些事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就不能把它忘记吗 那些让人伤心欲绝 让人无路可退的事情 是说忘记就能忘记的吗 自从我生了咱们第一个女儿之后 你母亲没事就对我挑三拣四的 看我不顺眼 就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数落我 后来的生活中 更是完全把我当仆人一样使唤 我说什么 也不会再去忍受 她那种盛气凌人的婆婆了 老婆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我这不是也跟着你 来你妈家这边了吗 我一直陪着你 都没有回去看过我妈 我也是尽量在弥补你啊 现在她都这样了 我们不能不管她的死活 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开门让她进来吧 该说的话我已经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也已经看在你的面子上很克制了 我答应你让你出去给她租房子 就是最大的底线了 你好自为之吧 最终 土豆还是没有说服小曼 只能将母亲送了回去 家人们 你们说小曼是太狠心吗 你们支持小曼的做法吗 老婆 都没有得了 老婆 老婆